今天的以赛亚书十一章到十二章 德总之歌 这可以说是整个以赛亚书前半段 旧约 我们现在读的是以赛亚书前面三十九章 好像在旧约浓缩版 而旧约浓缩版当中的核心 就是十一章十二章 因为他讲到以赛亚 他所有的预言 我们要从中东战争来看 几乎都应验 我们先探讨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阿拉伯国家老是打不过以色列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从历史来讲不合理 不make sense 想不通 这个以色列1948 他才刚复国 为什么从一开始到现在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这真的除了神的保守以外 你没有别的解释 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讲 也说得通 就是因为以色列这些 中东的这些国家各怀鬼胎 各位如果你对人类的历史 稍微有研究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人类的政治就是这样 为什么耶稣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为什么耶稣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因为地上的国就是勾心斗脚啊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请问各位 罗马帝国怎么会灭亡 罗马帝国那么强盛 怎么可能灭亡 不可能嘛 谁把他灭掉 自己啊 日不落地国 英国 怎么会灭亡 那个怎么不是灭亡 就怎么会衰退 内斗嘛 好那我们再讲更现实一点 我们现在大家 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生活在美国 美国现在是第一强国 可是如果再过若干年 美国没有那么强 你意外吗 你也不意外嘛 什么原因 内斗嘛 就内斗嘛 还有什么好讲的 好 因为阿博国家 你知道他最大的 神很赐福他们 那流奶与蜜之地 流奶与蜜 奶跟蜜是拿什么来买的 你知道吗 石油嘛 拿石油来换奶与蜜嘛 中东这些国家 因为太有钱了 人都是这样 穷的时候 还有可能 大家一起合作活下来 一有钱以后 就各怀鬼胎 中东的国家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有些人还是主张 要投靠大国 有些国家 就觉得 我们是 跟大国保持距离 有的选择投靠苏联 有的选择投靠美国 这个就是 太复杂了 所以呢 我用五次的中东战争 做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 这几十年来 中东 为什么老是打不过 以色列 其实我讲完这五次的 中东战争 你就 就会懂 而 现代的这些 中东国家 他们彼此对于 苏联 对美国 对于 更早的时候 英国 法国的态度 就跟 以赛亚时代 列国 对 亚述的态度 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奥妙 今天你读圣经 你读到 你读到那个时候 亚兰王 然后你读到北国 他们为什么去攻打南国 因为他们当时 想要在南国立一个王 做他们的傀儡 然后要听他们的话 他们要联合起来 对抗亚述 所以当时就是 世界的强权 我们要怎么跟他相处 在当时就是 已经是很复杂 那一直到今天 这个戏码都没有变 中东到现在还是一样 对于世界强权的态度 他们一直是 在飘忽不定 好 我们就 来 直接来看你就会知道了 好 想知道 整个五次战争 因为这个战争都打完了 那其中呢 有一场战役 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 被拍成影集 在HBO看得到 各位 你有兴趣的 你上网 只要打类之鼓 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第四次中东战争 那所有的资料 拍十集 那这个电视的影集 他拍了十集 你从那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 以色列会得胜 所以跟大家推荐 就是读以赛亚书看影片 赎罪日的战争 的一个纪录片 但它是一个影集 不是电影 它是有十集 叫做泪之鼓 欢迎大家去看 好来 故事要从头说起 来我们讲第一次 我们先从第一次 中东战争讲起 第一次中东战争 就是以色列 他们要复国 那最早的时候 如果要追溯的话 大概巴勒斯坦 这个地方 在1922年的时候 大概有将近 60万的穆斯林信徒 犹太人有8万人 他们已经是有些人 在世界各地 慢慢地回去 住那边 8万人 1922 8万人 那因为世界各地 有排游 这个有兴趣的人 看我另外一个影片 之前我们讲过 为什么世界各地 会排斥犹太人 这个我专门有讲了两集 然后呢 有基督徒 七万一千五百人 都一起生活在 巴勒斯坦 然后呢 慢慢慢慢地 就越来越多的 这些犹太人 他们在各地被欺负 他们就会来听说 有一些同胞 回自己的故乡 所以他们就慢慢地集结回去 那这个犹太人复国的故事 我也讲过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要看这两个影片 就是我讲过 一个是为什么排游 第二个是犹太人怎么复国的 那故事很长 我不可能从头再讲了 请大家回头去看这些影片 然后呢 1948年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 实际上 从1947 46到49 这个当中一直都是大大小小冲突不断 但是1948为什么会被称为这个以色列的第一次的战争呢 原因是这样子 大家了解 当时的人类历史的强权是英国跟法国 还不是美国跟苏联哦 那个年代 二次世界大战争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英法是主要强国 整个中东是英法在主导 包括苏伊士运河 那多重要啊 对不对 苏伊士运河我们后来你看 后来我们不是有发生那个长荣货运去给人家卡住 苏伊士运河那个是要塞啊 一直到现在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 在埃及的国家领土内 但是管辖权一直都是英国 因为埃及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强大的时候 他统治了埃及 他为什么要统治埃及 就为了苏伊士运河 为了石油的利益 这样大家明白了 所以当时1948年的时候 当时英法是强权 而美国跟苏联呢 他们当时呢 他们都是新兴国家 所以那时候美国跟苏联还没有翻脸哦 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 美国跟苏联呢 都去支持以色列 知道吗 为什么支持以色列 要抗衡啊 要跟中东其他的国家 想要在中东分一杯羹就对了啦 所以就选边站 所以当时呢 英法在主导整个中东 所以美国跟苏联也流口水 所以他们当时呢就跑去选边 就去支持了以色列 但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美国的财团是因为美国的背后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背后的财团经济 掐在犹太人的手里 对不对 所以呢 犹太人对美国是有政治说服力 犹太人是在美国的政治里面是有影响力的 那苏联也是有一大批的犹太人 他们当时流落到苏联 所以苏联里面的犹太人的势力也是很强的 所以在以色列复国运动当中呢 这些犹太人动用他们的影响力 他们就影响了美国跟苏联 当时除了英法之外两大强国 所以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一个背景 那因为屠杀 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让犹太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国际的同情 所以联合国那个时候呢就介入 联合国就说 好了 你们可以回来 联合国说你们两边一起住 一起住在巴勒斯坦 不然犹太人没有这地方啊 那事实上联合国根本没有能力 维持巴勒斯坦的和平 为什么呢 这个故事是这样 以色列人亡国了嘛 没有地方去嘛 是不是 他们以色列人觉得说 巴勒斯坦是我的故乡 以色列人说 我要回 我当然是回巴勒斯坦 那是我们祖先的地方 可是住在那里的中东人说 你开什么玩笑 你祖先那个 你们早就已经灭亡了产权 早就房子卖掉了嘛 我们现在住这里是靠我们的祖先 打下来的江山 所以双方各说各话 那国际势力呢 也不知道该怎么介入 所以联合国有介入 联合国就说 那没办法 那犹太人这以前 这以前是他们住的地方也是真的啊 他们现在回来了 那中东就不高兴啊 那怎么办 怎么就要靠英国法国在那边维持秩序嘛 所以联合国就介入说 好那都不要吵 你们就和平共处 怎么可能 所以1948年为什么打仗 就是联合国跟英国法国这些主要的强权 他们支持以色列人 尤其是当时英国全力支持以色列的复活运动 让他们回到巴勒斯坦 然后呢联合国就说 好那你们就住在这边 让你们各多少土地 他有分配哦 但是呢分配完以后 联合国根本没有力量去维持他们的决议 他们只是说你们要这样 我如果不遵守呢 那你不遵守那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联合国对于当时的巴勒斯坦 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的冲突 联合国根本就束手无策 那为什么束手无策 老话一句各怀鬼胎 哪里真的束手无策 联合国也可以派军队去强硬执行啊 可是大家不合作啊 因为英国法国美国苏联 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嘛 石油的利益太大了嘛 所以这就是当时 那怎么办 彻底解决之道 很简单啊 到最后只剩一条路啊 不然你们两个爬啊 就是这样大家觉得合理吗 就让你们自己去解决好了 所以他们我们管不了了 又那么远 他们真的是管不了 所以呢 中东七个阿拉伯国家 联合起来 就攻打以色列 这就是第一次的中东战争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国家就讲好 说那我们一起去打以色列 尤其是当以色列自己宣布 我们复国 英国才不要支持他 我们建国了 好我告诉你 1948年5月16日 以色列建国才两天 两天哦 大家还在那边Celebrate 还在那边庆祝 放烟花在那边 终于我们建国了 周遭七个国家 就去攻打他了 以色列那时候刚复国 以色列没有武器 以色列只有民兵三万人 他们只有三万个人 而且是民兵哦 不是职业军人哦 就老百姓自己说 我要保家卫国 民兵三万人 那周遭的阿拉伯国家 他们也是 我说各怀鬼胎嘛 他如果真的要出个 很大的力量 他如果真的很合作的话 其实以色列复国 第二天就亡国了 你看七个国家派多少 派四万五千人 他们就派了军队 然后就去攻打特拉伟夫 而且占领了耶路撒冷 更好笑的事情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因为耶路撒冷也是回教徒的圣地嘛 因为清真是也在那边嘛 他们觉得在圣地打仗实在是 很不好意思啦 很没礼貌啊 所以一面打仗一面 祷告 一面打一打就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打一打就趴在地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来再打再打 荒谬啦 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地 所以一面打一面祷告 一面打一面 他们祷告就趴在地上这样 打一打打赢了 大家就一堆人趴在地上这样 这个是我们的文化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也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好所以呢 势如破竹 因为以色列人只有三万 一般预期 以色列呢 大概十天以后就要投降 然后国家就拜拜了 就被中东的这些国家 把他灭掉了 但是没有想到呢 没有想到是 各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疯狂的返乡 这些人没有拿过武器 没有打过仗 然后呢 买武器要钱啊 所有的钱从哪里来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犹太人过去呢 在世界各地赚了很多钱 好像就为了养兵千日 就为了这一天 好像犹太人当时在美国也好 在欧洲也好 他们累积了大量的财富 回头一看 似乎这一切明明之中 都为了1948年 都为了这个以色列的复国运动 所以这是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那战争的转据点在哪里 谈判 这是关键的 这是一个历史的关键 如果没有那个谈判 如果没有联合国说停战四个礼拜 以色列保证王国 都没来不及 结果你知道多妙吗 联合国说不要打了 我们谈判四个礼拜 阿拉伯国家答应了 所以你说神的手在掌管利息 他们竟然答应了 说好啊 那他们答应 第一 这不是对手吗 这个太容易了 我们七个国家打你一个 还打不下来吗 而且事实上 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赢了 就已经进驻了 这个耶路撒冷了 第二个原因 就是 人类已经 就是这个打仗 是很累的事情 人类不喜欢打仗 他们那些兵打赢了 大家就累了 就觉得不想打 兵匹马困 虽然赢 但是也累 所以他们想说 好啦不然 让大家休息一下 看样子 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们只要上谈判桌 应该就要逼迫以色列人 他们不可以见 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但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 这四周 给了以色列人 重整旗鼓的机会 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觉得世界 不会有第二个国家 做得到 短短的四个礼拜 以色列从各地 有六千人 而且都是 很多这些六千人 都是打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有经验的职业军人 其中很关键 回去一大堆 开战斗机的驾驶 这是胜负的 一个转捩点 很多的战斗机 飞行员飞回去 然后 除此以外呢 他们从世界各地 赶快 四个礼拜赶快 募款 反正 犹太人 别人就有钱 买坦克 买飞机 买武器 包价收购 所以就 四个礼拜以后 局面 彻底改观 短短的四个礼拜 以色列 包括女人都去当兵 只要跑得动的 枪拿得起来 都通通去当兵 所以呢 过了四个礼拜 以色列的军人 有多少 还是民兵 这次的民兵里面 就有很多 有经验的人 有组织了 六万 以色列人 可以打上的 四个礼拜 军力 暴增 六万 而且不是乌合之中了 是有组织的 有将领的 有经验的 而且演习过 有练习过 彩排过的 空军地面 有坦克 有飞机 怎么打仗 以色列人是聪明的 所以 短时间集训 结果才四个礼拜 好 7月9号 是联合国说 调停四个礼拜 停 就是 这个停战的协议 最后一天 一结束 一到期 7月9号 停战一结束 以色列人 立刻发动 猛烈的攻势 六万人 然后飞机 整个气势如虹 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始料未及的 这个阿拉伯连军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落花流水 兵败如山倒 十天以后 就投降 很夸张 逆转 本来四个礼拜前 他们估计十天以后 是以色列投降 中间喊 暂停休息四个礼拜以后 又打十天 阿拉伯投降 所以你知道中东战争 为什么是所有的军事专家 他们最喜欢谈论的 因为这真的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奇迹 近代史上的奇迹 结果你知道 以色列经过第一场战争 本来亡国 本来立国两天 就应该要亡国的 但是呢 经过四个礼拜的休养生息 逆转胜以后呢 他们占领了80%的巴勒斯坦的土地 比联合国当时说的多多了 但联合国也没有办法 而且以色列一占领以后 二话不说 马上派人进去住 囤墾盖房子 就聚地为王就对了啦 就直接造成一个事实 这就是我家 他们就直接占领 所以在第一次的中东战争 以色列人死了六千人 阿拉伯联军死了double 一万五千人 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中东第一次战争 而这场战争的意义 就在于确立了以色列复国 的地位打不打直到今天 这就是中东的第一次的战争 好那我们来看 第二次的战争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次的战争就是呢 这个第一次打输的国家 就很不甘愿嘛 当时呢 要从埃及说起 第二次的战争呢 也叫做苏伊士运河之战 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 这个战争主要是这样 这七个国家里面呢 基本上埃及是老大 因为他有苏伊士运河 那么经过了第一次的战争之后呢 那阿拉伯人打输了 当然不甘愿嘛 是不是 那不甘愿以后呢 里面民怨沸腾 所以呢 这七个国家 几乎都遭到了一些叛变 就是老百姓很不满这七个国家 竟然没有办法把以色列消灭掉 所以呢 第一次以色列复国之后 七个战败国 他们各自当时民粹高涨 他们当时所有人的共识 就是打倒以色列 打倒以色列 所以所有人的竞选的口号 通通通是打倒以色列 所以呢 里面的老大埃及呢 当时呢 就政权就更换了 新的政权的领袖呢 是民粹主义 以前是亲西方国家的 跟西方国家坐下来谈的 现在不谈了 不谈了 变成民粹主义 并且呢 不但变成民粹主义 而且呢 他们是倒向了那个苏联 所以他们就是当时就是 就希望他们能够消灭以色列 所以这个念头还是在 那因为埃及呢 他发生了这个所谓的政权更替之后呢 他们就决定要拿回自己的主导权 所以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第一个动作就是 埃及宣布 在1956年的时候 1948过了没几年呢 埃及就宣布 苏伊士运河 我的 英国请你滚蛋 他们就要英国离开 他们就不再 接受这个 这个 这个苏伊士运河 被英国管理的事实 他们说我们要自己管 所以呢 他们就要闹独立 要脱离英国的管辖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那英国当然不高兴 英国觉得 怎么怎么可能 这个道口的肥肉要飞了 所以埃及的立场改变了 所以英国 法国当时呢 他们就决定要发动一个战争 但是师出无名啊 怎么办 国际间很诡诈 怎么办 他们去找以色列 因为当时 埃及封锁了苏伊士运河 那以色列的很多的 这些后勤补给啊 他们要的东西 就过不去了嘛 所以以色列呢 他们当时也是 也是很紧张 以色列就说 那不能这样子啊 就你知道 他们玩一个什么诡计呢 就是英国 法国跟以色列讲好 说你去打埃及 我们两个出来装和事 我们出来调停 当时是这样玩的 所以以色列呢 就攻打了埃及 这是第二次的中东战争 又叫苏伊士运河之战 那他打了之后呢 英法就出来调停 说不要打 埃及当然不高兴 他说你又出来 我就已经不给你管了 苏伊士运河我的 英国说 那这样的话没办法 那我也是好打你咯 所以变成英法 以三个国家联军 一起去攻打 这个埃及 那 其他的国家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美国跟苏联 又不是阿呆 又不是笨蛋 他们哪看不懂 所以美国跟苏联呢 就很不高兴 他们就说 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事实上 打仗的时候 埃及是输的 各位 埃及是打输的 但是美国就开始就出来谴责 而且呢 就从这个英国的手上呢 就慢慢的取得了霸主的地位 所以经过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之战 从此以后 英国呢 因为美国介入嘛 美国取代英国了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战役 自从苏伊士运河之战 英国就不行了 美国就政治取代英国 本来世界是美国 苏联英国 英国拜拜 所以经过了 这很重要 经过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之战 就变成美 苏 两大强权 开始 对峙 世界变成 两大强权 而法国那时候呢 就开始去欧洲那边 搞一个联盟 所以成为一个第三势力 但是已经是第三势力 主要势力变成美国跟苏联 这就是第二次的中东战争 所以呢 世界的局势就有了一些改变 那么当时其实有发生一件事 埃及是打输的 可是埃及的筹码就是苏伊士运河 你知道吗 埃及也够狠 他故意凿穿五支货轮 让他沉在苏伊士运河赌注 造成全球油价大涨 所以全世界 包括英国法国人民百姓 我都加个油变这么贵 所以呢 变成这招有用 连英国法国的老百姓 都不支持他们打这场仗 所以战争战就结束 这是第二次 中东战争 背后是超级政治的 那结束之后呢 美国就串起 苏联就串起 而埃及的总理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决定投靠共产主义 投靠了苏联老大 然后呢 他现在埃及就当起 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老大 所以埃及的总理 纳塞尔 开始跟苏联 这是第二次 那第三次打仗是怎么回事呢 第三次打仗是1967年 所属的六日战争 1967年呢 4月7号的时候呢 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军向以色列开火 战争 然后呢 埃及呢 也是动员了十万大军 还有一千辆坦克开进西奈半岛的这个边界 所以因此呢 发生了冲突 那以色列就决定先发制 那这段我在之前我也讲过这一段 以色列先发制 所谓的六日战争 所以呢 以色列以空战为主 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把敌军都歼灭掉 六日战争埃及打败 这是非常有名的故事 但我今天要讲的是 其中有一段 比较特别的故事 是叫做 这个情报员叫柯恩 柯恩 大家看一下有这个人 这个人是1925年 在埃及出生的犹太人 从小 他就说我要报效国家 所以这种人 最适合当间谍的 而且这个人是非常聪明 记忆力超级好 而且他小时候住过叙利亚 是种种条件 他都很适合当情报员 所以后来就被以色列的情报局吸收 吸收了以后呢 先给他漂白 把他送到哪里 送到阿根廷 所以如果你到现在去阿根廷的话 阿根廷到现在还有犹太人的学校 还是有阿根廷当时是很多人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他把他送到那边去做生意 把他塑造成一个生意人 然后他在那边呢 在阿根廷的时候 认识了叙利亚驻阿根廷的外交官 叫做哈菲兹 然后一年之后呢 科恩就回到叙利亚 然后就化身为政商名流 都是跟那些叙利亚这种军政府 就是反正就是官商勾结很严重的 军政府他一个商人跟军就关系很密切 但没有想到呢 这个外交官呢 哈菲兹呢 竟然后来当起了叙利亚的总理 这个没有人算得到 因为这两个人是旧事 所以呢 当时呢 这个差一点点 就让这个情报员科恩 差一点因为他感情很好 又有钱 所以那时候呢 差一点点 这个总理就要让他当国防部长 你看这夸张吗 一个间谍跑去当你国家的国防部长 那真的机密也不用外泄了 他就直接copy and paste的就传给你了嘛 差一点点这样 很有名的一段历史这样 好那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是 这个科恩呢 他就利用了他跟这些高层的关系 他去参观了戈兰高地 看到他们当时的那些 在戈兰高地的那些设备啊等等 他就给了一个收阻力 他说哇 这个那么热 这个士兵太辛苦了 你们要种点树啊 碉堡前面要种树给他们成凉啊 我发现中东人不是很有脑 你知道吗 他们就就叙利亚就 就这建议很好 就采纳他的建议 就在每个碉堡前面种树 那你知道这个后来是怎样 后来战争的时候就很好认啊 碉堡看不到 看到树打下去就种了 所以这就是间谍出的收主意了 那他就精准地执行各种情报给以色列 准得不得了 那后来就是他也是太大意了 人就是这样 因为他太有地位了 他后来就很嚣张 他在他住的地方发电报嘛 他发电报居民就觉得我家收音机怎么突然间最近杂讯很多啊 就反映嘛 那这个安全局就觉得不对哦 怎么会这样 后来就因为他不断地发电报发电报 而且他都是固定时间 好像上班这样发电报 就失去了警戒心 后来就被抓到了 原来是警报 那把他抓到以后呢 最伤心的当然就是他们的总理啊 觉得你这样欺骗我的感情 然后跟我这么好 结果原来你是个间谍 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动用很多关系要救他 也悬赏一百万美金 反正各种方法 但是这个哈菲茲他完全不领情 所以后来他就宣判死刑 就把他枪决 那我用这段历史告诉大家 以色列他们的得胜 真的他们的老百姓是不要命的 他们真的是很爱活啦 好 那么在第三次那个以阿的六日战争当中呢 很重要是以色列人呢 在以阿六日战争当中 以色列人夺取了戈兰高地跟西奈半岛 这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 第一次中东战争建立了以色列复国 第二次中东战争是让美国取代英国 那这很重要吗 这很重要 因为美国取代英国 美国完全停以色列 完全停以色列 所以这个是对以色列很重要 所以川普来宣布耶路撒冷是首都嘛 这就是美国在背后 就一直在支持以色列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呢 第三次以阿六日战争 更确立了以色列的地位 屹立不摇 而且呢 第三次的战争当中很重要 以色列收复了戈兰高地 还有西奈半岛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第四次的战争 我想我们要先讲一下这个戈兰高地 因为戈兰高地是太关键了 以阿六日战争当中 以色列人拿下了戈兰高地 我们现在看一下戈兰高地 戈兰高地的地理位置 你从图里面可以看到 黎巴嫩叙利亚 以色列约旦 它就在一个很中间的位置 那戈兰高地的面积 1800平方公里 然后以色列人控制了 1200平方公里 它是在叙利亚的西南部 很重要 它有水 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有水是太重要了 所以呢 以色列人他们当时 第三次中东战争 拿下戈兰高地 就它的地位 地理位置很高 居高临下 海拔最高的地方就是黑门山 然后国际上承认 从地理位置来讲 戈兰高地属于叙利亚 但是呢 2019年 然后各位 2019年川普去承认说 以色列有主权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宣布 川普去宣布说 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 其实大家都说是叙利亚 但是川普说了算 2019年了 去宣布 那所以各国就默认 说实质上 现在管理的是 以色列人 那么戈兰高地呢 这块土地上是非常有名 因为它是地理位置很重要 它有两次重要的很有名的战争史 第一次是十字军东征 当时呢 欧洲人 就是浴血奋战 但是就是打不下戈兰高地 这是第一次戈兰高地 很有名 第二次呢 是蒙古 西村 当时呢 蒙古已经大军铁蹄啊 把欧洲都吓死了 已经攻陷了大马士 格巴格达都被他攻陷了 但是呢 他们那时候没有办法攻陷的 就是戈兰高地 本来要继续打 但是那时候呢 接到这个蒙哥大汉 在四川去世的消息 所以呢 他就要回去 他怕国内政变啊 他回去守住他蒙古的王位啊 他就带兵回去 然后呢 当时呢 把驻军留守在戈兰高地的 本来要守住那块地 要继续进攻的 结果那个守军呢 就被 被这个歼灭 那主帅呢 被杀 所以蒙古人就失去了 继续进攻的机会 这个是戈兰高地在历史上 有两个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的 两次历史的 的史记 好那我们现在 回头继续来讲 我们再讲到这个 1967年 在六日战争爆发以后呢 然后呢 以色列在戈兰高地是一路推进 超过十万个叙利亚人 他们被迫要离开变成难民 叙利亚在六日战争当中 失去了戈兰高地 然后呢 等到了1973年 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 叫做赎罪日战争 虽然叙利亚 他们差一点点 在这个赎罪日战争 第四次的赎罪日战争 是阿拉伯国家 歼灭以色列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因为他们为什么叫赎罪日战争 因为他们是利用 以色列人的赎罪日 第一次利用以色列复国 洗洗他这是第一次 第四次是利用以色列人 在赎罪日 他们在那边祷告 禁食不吃东西 那个时候偷袭 而且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他们偷袭哪里 戈兰高地 因为在第三次六日战争当中 以色列占领了戈兰高地 跟西奈半岛 所以以色列就放了很多的军队 在那边 因为戈兰高地是战略第一位 那这一次 第四次赎罪日战争 就是利用以色列人赎罪日的时候 阿拉伯联军 就是埃及跟叙利亚 他们兵分两路 南北夹籍 去进攻戈兰高地 他们知道 把戈兰高地拿下来 后面耶路撒冷就快要不保 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思维 那为什么会突然间打这个战争呢 还是跟埃及有关 因为埃及 上一次六日战争吃了个大败仗 那个埃及总理 我上次跟大家讲过 他回去后就几乎得忧郁症 后来新任的埃及总理说 经过那个六日战争以后 他说前任总理已经是一个稻草人 他每天都是身体还活着 他灵魂已经不见了 那个对埃及的打击太大 所以新任总理上来以后他知道 如果他不发动战争的话 整个埃及从此就倒下去了 所以他就说我一定要发动一场战争 要血吃 所以这就是第四次赎罪日战争背后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就来看一下 好 我们透过这个戈兰高地 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个东西 美国有一个外交的史学家 他曾经归纳出 美国外交政策有四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叫做汉米尔顿路线 第二条路线是杰伯逊主义 第三条是杰克逊主义 第四条是威尔森主义 那这四个路线分别应用到 第一个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商人 第二个是律师的性格 第三是军人 第四是传教士 四种角色 这是美国的四种外交政策 第一种汉米尔顿 他认为美国企业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说有了大企业的支持 美国社会才能够稳定 所以呢 美国一定要发展商业 这是汉米尔顿的主张 如果今天你去这个纽约 你去纽约看歌剧的话 白老汇 现在票最贵 最好看的就是汉米尔顿 如果你现在有Netflix 你也可以看 非常好看 再讲那一段历史把它编成歌剧 讲那一段美国非常关键的历史 这是汉米尔顿 以商业立国 好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杰弗逊 杰弗逊主张 美国以外的地区都还了 蛮一只帮了 所以他认为说我们不需要管他 美国要捍卫自己的民主 美国应该是孤立主义 就是管自己就好 都不要去管别人 这是第二个主义 第三个主义是杰克逊主义 杰克逊主义就是以民粹为依规 他说美国的确是不用 美国是不用管别人的 美国是把自己管好 美国至上 美国的利益至上 那第四种 威尔逊呢 是强调美国有责任维持世界的和平 就是所谓的传教士的概念 就觉得我们美国不可以顾自己 我们都要去到处去维持世界的和平 那美国的民主就是全世界的民主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看川普上任以来 你会发现川普的所有的这种思维呢 都是继承了杰克逊主义 民粹 那所以呢 中东的战略主轴也很明确 就是呢 他要拉拢以阿 然后对抗伊朗 所以川普的想法很简单 说中东问题要解决的话 就是用拳头决胜负 不要再讲什么情绪 什么爱国情操 算了 你认清现实拳头最大 就这么简单 然后大家一起击败 这是古代的婆式帝国 所以你发现 哇这个中东那边的历史恩怨 非常纠结 那段历史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后来川普就宣布 说以色列在依然 在戈然高地有实质的权利 我就跟大家解释这个背后 那我们今天基督徒 还是要为他们祷告 这不关我们的事 我还是要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伊朗今天的福音状况 你在网络上打 伊朗与波斯祷告文 这个国度祷告网 它里面呢 就会告诉你 目前伊朗 整个国家福音的状况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专心的来讲 赎罪日战争了 赎罪日战争呢 就是第四次的中中战争 以色列差一点点亡国 赎罪日战争能够赢 主要原因三个 第一个 军队真的很强盛 第二个 士兵真的不要命 第三 神机 那这个故事呢 大家可以从我们今天 刚刚跟他讲的 类之谷 那个纪录片 就是在记载 这个赎罪日战争 赎罪日战争是埃及在六日战争失败以后的复仇 所以他们集结了兵力 而且有苏联在背后撑腰 要来打这场 所以是非赢不可 我一定要把以色列消灭掉 而且他差一点点成功 所以这个第四的中东战争 还是很重要 因为后来以色列 我先讲结论 以色列后来还是赢了 以色列赢了以后呢 埃及就大势已去 所以埃及在 这一次出赎罪日战争 差一点点赢 气死了 后来输 他们后来只好 带头 他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老大 他带头承认以色列 他承认了 所以中东和平维持到现在 维持到我们现在 中东和平维持到现在 就是赎罪日战争的结果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战争很重要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细节了 很精彩 1973年 1973年我十岁 10月6号赎罪日 下午两点 埃及跟叙利亚发动 加工 这里面要讲一个东西 其实呢 其实以色列很早 就收到情报 甚至约旦的国王 还牵制坐飞机 去警告以色列的总理 说叙利亚会偷袭 因为周遭的国家 不希望再发生战争 他们一发生战争 没有人是受益者 人家打仗 我们就被波及嘛 就算不希望有战争 去警告 但以色列人情呼 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研判 他们研判 叙利亚没有这个能力 他们误判 他们明明当时收到很多的情报 在这个电影里面有演这一段 不断的向上报 上面都不理他 他们甚至跟他讲说 是赎日晚上六点 上面还是不理他 结果事后攻击是提早四个小时 两点 他们就发动了攻击 而且因为20分钟之内呢 他们就瘫痪了 以色列西奈半岛通讯90% 所以呢 这个一千多辆坦克 驶向戈兰高地 这里又有另外一段影片可以看 很多电影可以看 好 这叫做坦克大战 就是为了戈兰高地的坦克战争 另外有一个纪录片 这个跟类资谷是分开的 好 所以大家这礼拜会有很多事情 很多影片要追剧可以追 你如果没有时间你就追坦克大战 好 你有时间你就追类资谷 坦克大战就在讲 那个戈兰高地的战争 好 200架的埃及战机 在20分钟之内 就摧毁了西奈半岛的通讯 所以 很多以色列的百姓 都不知道战争发动了 因为没有通讯 不知道 他们过了一个半小时以后 他们才知道 我们已经被攻击了 所以以色列内是非常危险 以色列内是差一点点 国家就被灭掉 那么 埃及跟叙利亚有备而来 他们的军力是以色列的十倍 十倍 而且真的是有备而来 因为这段时间呢 埃及不断地接受苏联的帮助 苏联不是开玩笑的 苏联派了两万个 两万个专家 去训练埃及的军队 而且呢 苏联提供很多最先进的武器 他们呢 有一种叫AT-3的一种导弹 是专门可以对付坦克的 射击的这个距离是三公里 OK遥控 那这场战争 过来以色列人赢 赢了以后 以色列的总理出来讲 说我们为什么赢呢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我早就知道你要偷打我了 他的确是知道 可是他不信 所以其实 表面看起来赢了 其实打仗的过程 是惊险万分 而且一团乱 不然也不用演时机 非常混乱 所以世界的政治就是这样 官方呢 讲的人模人样 都不是真话 你看那些坦克被摧毁 真的是 非常惨烈的一场战役 苏联提供的那个导弹 它的射程45公里 以色列人自己研发的 加百列导弹 射程不到一半 只有20公里 然后呢 埃及的跟叙利亚的海军 远远的超过 可是能没有想到 真正打下去的时候 不是这样 真正打下去的时候 埃及损失了11艘军舰 叙利亚损失了7艘 以色列呢 零 大获全身 所以 不可思议啊 真的不可思议啊 以色列怎么赢的你知道吗 因为他疯了 各位 你的对手射程40公里 你射程20公里 你怎么跟他打 以色列他们想出一个战术 就是冲 因为我20公里我打不到你啊 那我就开始往前冲 而且蛇行 往前冲 所以这个过程 你往前冲的过程 要不断地躲避 对方发射的飞弹 你要去躲一直躲 躲到够近了 然后换我们打他 这是疯子 这是 这跟日本那个自杀式飞机 是一样的道理的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干 他们的军舰就讲好了 死就死吧 就疯狂地往前冲 所以这是 也是人类历史上军事专家 很喜欢研究的一个 一个这个战役 好 10月6日 叙利亚呢 攻击戈兰高地 他们投入的坦克 到达600辆 那以色列人其实犯的错 他们以为 叙利亚会从北边进攻 所以他们的阻力 都放在北边 南边只留下57辆坦克 可是结果人家 从南边进攻误判 那那怎么办 他说 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英雄 出现了一个英雄 这个这个这个英雄 给大家看一下长这样 这个人叫坦克杀手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传奇 这个坦克杀手是怎么样 他说 这个人 叫什么 Zavika 他在20小时之内 一个人摧毁将近40台坦克 这个人是个疯子 他就不断地开火 就一直开火开火 然后自己一在那边蛇行 这样 所以呢 叙利亚以为对方是几十辆坦克在那边 你知道以色列人混乱到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军队在哪里 所以后来是以色列的司令 跑去看 然后回报 总部说 没有啦 看起来像个军队 我们只有一台坦克 Kissio 跟物质苍蝇一样 在那边疯了 到处开炮 到处开炮 制造一个假象 好像我们这里人很多 只有一辆坦克而已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一个故事 大家有机会去看那个戈兰高地的这个 这个好 好 但是呢 没有用 其他的防线都崩溃了 叙利亚军队已经占领戈兰高地 结果呢 他们竟然修兵了 又来了 跟第一次停四个礼拜一样 莫名其妙 没有人可以解释 他们修兵 以色列人 他们后来解释说 他说上帝把他们的眼睛蒙住了 好像当年 这个以利沙 让那些守军找不到 也就忘了 看不到路了 莫名其妙 所以这个成为胜负关键 所以这个是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 看一下 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叙利亚大军 叙利亚大军是两万五千人 围剿三千名以色列的军队 结果呢 结果只有三辆百夫长坦克 结果歼灭了四十辆 苏联的T55的坦克 也是很夸张就是了 非常夸张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真的以色列人 他们在这场战役当中 好 讲啊 不见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后来他们就打输了 很奇妙的 本来是赢的 但是他们后来输了 所以他们后来向苏联求救 所以苏联到后来呢 就威胁美国 因为美国在背后帮忙 苏联就威胁美国说 如果你不停手的话 我要出手直接攻打以色列 可能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是在这样的 一底下 后来就算了 那五年以后 以色列跟埃及在华盛顿 签了一个大卫营的协议 所以终于埃及跟以色列实现了 和平 这个和平怎么来的 就是赎罪日战争 赎罪日战争之后 埃及受重伤 埃及人觉得够了 他们也承认 他们要连续两次六日战争 跟赎罪日战争 他们就被迫承认以色列的地位 那你老大哥都承认 其他人只好承认 所以整个中东局势 才稳定下来 那以色列当然有让步了 他们把西奈弹保 半岛还给埃及 用土地换和平 不过这个当然 伊斯兰分子很不高兴 所以后来这个沙达特总统 就被刺杀了 所以这段历史 大家有机会下去 好 我们来讲一下 第五次叫黎巴嫩战争 是1982年 以色列他们因为 在英国的大使 被巴勒斯坦的枪手举击 所以他们就出动了10万名 对黎巴嫩 黎巴嫩就是古代的亚兰 然后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跟黎巴嫩的军队发动了攻击 短短的几天就占领了黎巴嫩 最后第五次中东战争的价值 是导致苏联垮台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能够讲细节 我只能告诉大家 这五次中东战争 都对近代历史 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所以 这是 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透过这些战争 要提醒大家 让大家知道 说我们的神真是 又生又活的神 因为上帝的介入 因为上帝的保守 所以以赛亚的所有的预言 都已经引言了 所以各位到那日 以色列复国 这整个过程 请大家记得到那日 基督再来的那一天 这个世界已经接近尾声 你看现在瘟疫 刀剑饥荒 真的 主再来的日子尽了 希望每个信徒 你要很认真 很认真 知道 不要再追求地上的这些东西 主来的日子尽了 到那日 我们等候的是新天新地 是真正 由 耶稣基督 他用公义治理这地 好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有机会 透过我们现在的历史 回去对照 以赛亚当时的预言 我们就发现 怎么可能 你是如此的信实 你的话语都不落空 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坚定等候那日 在目前的患难 甚至疾病痛苦中 依然欢呼歌唱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不效力 感染不结果 棚内没有羊 雀内没有牛 我们仍因耶和华 欢喜快乐 我们的盼望在于你 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 谢谢大家